南韓傳媒在星期日說,一名北韓高級外交官前往芬蘭和一些前美國外交官員會面 一個北韓代表團剛剛結束與瑞典外交官的三日會談 這次會談有可能促成美國總統川普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會談 韓聯社報導,有人看見北韓外交部負責美國事務的高級官員崔康一 在北京首都機場登上飛往芬蘭的飛機 外交渠道消息來源說,前美國駐南韓大師崔薩林斯蒂芬斯 和其他一些前美國外交官員將會與崔康一會面 據說,北韓官員還將與南韓的保安專家會談 韓聯社說,參加芬蘭會談的人士討論的議題包括朝鮮半島無核化 定於4月份舉行的朝鮮半島南北韓峰會 以及預計5月份舉行的美國和北韓峰會 瑞典常駐聯合國代表奧洛夫斯科格大師 星期五說,瑞典正試圖通過接待北韓外長李永浩的來訪 來幫助援減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 要請你轉過去 你有關卡,在北韓和南韓市上 你轉過去 你轉過去 感谢观看